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海边和闺蜜小花包起了电话周 聊着聊着电话的信号就中断了 小美就想着往高处爬一点信号会好很多 突然天空闪来了一束强光 一抬头天空上面竟然停着一架外星飞船 然后小美被吸进了飞船里面 她被两个外星人绑在了床上 然后外星人还跟她说要借用她的身体拥有 一个晚上后小美又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只是回去后的她胃口变得出奇的大 而且还喜欢上了生吃柠檬 一上体重秤 体重直接猛涨三十斤 这一下可是把她给吓坏了 小花想着是不是怀孕了 就拿来了验孕棒 结果验完后 验孕棒上面长满了绿色的不明物体 小美的肚子突然越变越大 眼看着就要生了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打开一看竟然是大白 吓得小花挥手就是一套 在闺蜜的帮助下 小美顺利的生下来了一个肉球 哪吒转世了吧应该 两人吓得不轻把肉球往马桶里面塞 结果她自己又跑了出来 突然肉球就变成了一个长着触角的小婴儿 小花他们把她装到了袋子里 扔在了马路旁边 宝宝玛丽被检察取的小黑给捡到了 然后宝宝当着小孩的面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她开始跟着小黑他们一起执行任务 结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把自己的队友给坑没了 面对着面前的大反派 她开了一箱 然后又用自己的超能力 帮她取下子弹 就这样反反复复 面差阳错的救了大反派 两人还成为了好兄弟 电影的另一头 小美和当时UFO协会的会长说的那天晚上 自己被劫持的事情 还坦白了自己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会长一听 眼睛都亮了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马里不经意间看到了坐在车上的小美 而且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拼命的去追赶那辆车 但是小美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她呢 马里心里很伤心 然后还伤心的晕倒了 结果被会长给发现了 还把她带回了家 马里告诉会长 自己现在很想和小美相认 会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就安排了一场相认大会 正当小美和马里沉浸在相认的喜悦当中的时候 突然闯进来了一堆黑衣人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肯定是来找麻烦的 还好神力附体的马里 把他们成功反杀了 外星人接收到她发出来的讯号 但是此时的马里只剩下一根触角 小美他们把只有一根触角的她 交给了外星人 外星人神力无限 一下就把马里的另外一根触角给激活了 在和众人告别后 她和外星人坐上了飞船 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